作者 风行烈 我是荣洛 精彩马上开始 第七百六十七集 傲风 早知秦朔 肯定会担心自己 听秦霜这么一说 罪恶感又多了几分 眼眶一热 轻声叹道 我又让父亲操心了 你是他唯一的宝贝女儿 他不为你操心 还要去为谁操心 莫寒健从旁边走来 摸着下巴微笑道 不过现在总算找到了你 也没过上几百年几千年 算不错的了 断婚岛出去 我们就给秦朔免下传讯 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我想他看到小风妹妹 如今这身打扮 一定会很吃惊的 奥峰下意识地 看了看自己这身女装 瞪了瞪那高耸的胸部 这么挺拔 会不会把老爹吓坏呀 当年老妈的身材 是不是也如此妖娆 三个年轻人 一来二去几句话 洞内许多人又吓了一跳 奥峰免下 你是秦双师傅的女儿 秦术大人的女儿 你 你难道是 克雷夫吃惊地瞧着奥峰的脸 终于发现 为什么会觉得 有些熟悉的感觉了 当初天王山 一股追云立誓 让众人 骑攻曼特伦的时候 他见过奥峰的真正容貌啊 只是 奥峰那会儿 平常一直戴着面具 突然摘下来 还是在大战之际 离着远的 根本看不到 离着近的 也就见过那一次罢了 意想伸不到哪里去 追云免下 红衣寿主 那个二十二岁 成为领主的变态 众多不知情的统领 愣愣相互地看了看 原来 奥峰不是空降强者呀 他 既是那个 众所周知的变态领主 那么如此变态 也总算情有可原 不能以常理度之 众人惊啊惊的 反而淡定了 骆依金 猛翻了个白眼 邪逆他道 靠 你 你是红衣大领主的女儿 你 你当时 和我说认识一个大领主 感情就是你爸秦硕面下 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还有啊 你刚刚要是早点说出来 那婉颜还拽个屁的身份啊 我当时又不知道你的个性 怕你会跑上门求亲 奥峰也反逆他一眼 你不觉得 以我的条件 上门求亲的 能把我老爸的洪峰领 都踩平了吗 我可不是 北境里那些欲求不满的 女性大领主 不想招惹那些麻烦 这话说的虽然有些自大 众人倒也颇为认同 事实如此 北境里又强又漂亮 还有雄厚背景的女人 哪能不受欢迎呢 她当初男装行走天下 风头一时无了 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女子 这个反差就足以引起 很多人的兴趣 实力堪比大领主 还能洁身自爱 会让更多人为其吸引 而疯狂追求 对了 主缘 你怎么想起来这样大扮啊 因复之露出一抹淡雅的笑意 深邃的黑眸回望傲风 好奇问道 她不是个爱炫耀的人 能穿男装 就绝对不会穿女装 这点认识她的基本都知道 还不是因为 那灵魂之火搞出来的 现在既然有时间 我和你们慢慢说吧 奥峰没好气地叹了一声 开始将那次天王山 爆炸之后的事情 一一向众人道来 奥峰口齿清晰 调理感又强 众人仿佛是听故事一般 倒也听得津津有味 其中一些乌龙事件 一笔带过 一直讲到与洛伊金 不打不相识 合力摆平清卵 来到这中部山脉 集会为止 当然 有些自己的秘密 也含糊了过去 也就是说 现在你没办法变回南庄 必须要找到特殊器材练器 秦双几人面面相去 都觉得 奥峰这样打扮 一两次看着 是很扬眼 可一旦被他人看破了身份 麻烦的确不小 奥峰无奈地点了点头 需要蓝星宝矿 其他的都不行 你给我的龟西矿石 只能用于炼制隐藏戒指 炼器这个东西 要求比较苛刻 蓝星宝矿师父哪里有啊 秦双听到这个名字 眉毛一怂 笑道 小师妹不用担心了 我记得几年前 我们去抢过一个矿山 就弄到了一些这种矿石的 虽然不多 但一枚变换戒指 绝对足够了 我们出去 便给师父传讯 他肯定会手舞足蹈的 帮你炼制好的 宋女儿戒指 还手舞足蹈 没想到红衣大领主 居然是个恋女成狂的家伙呀 众人心中小声嘀咕道 老爹有 那就太好了 傲风闻言一喜 心中一块悬着的地方 安然落下 孝竹颜开 又随口接着问道 对了 乌山面下 你们来的时候 有没有听到千少主的消息呀 有 我们在前来的路上 遇见过寂灭失地 没想到乌山统领 竟然真的点点头 笑道 我们当初 被传送到了西南方向的 一处独物沼泽 也算是断魂岛 比较危险的近地之一 在快要走出沼泽的时候 寂灭失地 和我们遇到过 说到这里 他又压低声音 对傲风传音道 他说他找到了 断魂海之花的花苞 已经接近成熟 所以打算守着花开 就不和我们一起来 这边参加集会了 少主 你可已经落后 寂灭失地一步了 西南方的独物沼泽 傲风一惊 目中露出了诧异之色 不会这么巧吧 独物沼泽那边 不就是万毒岛所在吗 难道 千计灭照到的 就是万毒大领主 金翅蜈蜈 守护的那朵 这样 可就麻烦了呀 怎么了 少主 有什么问题吗 乌山见傲风神色有异 连声问道 断魂海之花的消息 傲风倒没有当众说 毕竟这东西实在太珍贵 在场统领虽然不多 但谁也保不准没有私心 没什么问题 不过 我们也在前段时间 也得到了一朵断魂海之花的消息 所以有点诧异 傲风摇摇头道 目中掠过几缕星芒 心中暗叹 莫非真是上天注定 我和他之间一定得有一场交锋 那么 傲风 你现在就要回去旅行和千计灭的赌约了 一正面色 莫寒剑将话题引了回来 傲风郑重点头 是 这是我和他的赌斗 我希望能与他公平对阵 除了我的患寿 其他任何人不要插手 希望你们理解我的心情 同辈高手巅峰人物想分出胜负 那是理所当然之事 这我们不难理解 傲风缅下 尽管去 这里的清扫行动啊 交给我们便是 回来的时候 记得告诉我们 你才是年轻一辈的第一人 众统领笑道 傲风自信地点头道 我会的 傲风 你要小心点 莫寒剑 脸色少有的十分凝重 千计灭那个人太过危险 他和我们都不是一类人 我莫寒剑自问心高气傲 天不怕地不怕 却独独不能不怕他 只要站在他身边 就会让人感到一股 从心中生出来的恐惧 那个人 是天生的黑暗王者 如果一定到了 非要交手不可的情况 一定要慎之又慎 请不吝点赞